当地时间8月6号,台北市市长柯文哲筹组的台湾民众党在台北举行创党大会 台湾民众党党章规定,该党简称民众党,英文缩写为TPP,允许党员双重党籍,不收取党费 主张以民意、专业、价值为施政准则,以清廉、勤政、爱民为从政守则,服务社会 经创党发起会议决议,柯文哲任民众党主席,会议选出中常委和中评委等党职 据悉,等待台湾当局有关部门审核批准后,民众党将开始正式吸纳党员,并按照相关规定、程序、筹措经费 柯文哲在大会发表讲话时宣称,要扛起改变政治文化的责任 柯文哲同时表示,希望新政党的成立,在蓝绿之外,让台湾人民有另外一个选择的机会 超越蓝绿,不是要消灭蓝绿,而是让大家可以在这个社会共存共荣,都有机会实践各自的理想 对于是否参与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柯文哲受访时未直接回应 大会现场摆有鸿海集团前董事长郭台铭和台当局立法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赠送的花篮 民众可当场申请入党